中华市農業大館,很多班上都會在中华收購到白龍交易 但是隨著白龍割菜市場,靠近零首不斷攀興 中华市農業大館,破雄再收購在白龍交易邊緣 中华市農業大館,破雄再收購在白龍交易邊緣 昨天晚上就開始造冊做一些動線的規劃 今天早上有我們的成銷商還有我們的送貨員 還有我們的農民大概五百多人 北農需要有快篩的證明才能進場的時候 那我們迅速請我們轄下的果菜市場 西湖果菜市場、原理果菜市場以及各合作廠設 趕快以他們最需要進場交易的人員進行造冊 然後依照這個造冊我們在一天的時間以內 就請他透過果菜市場跟我們衛生局的一個組織 然後設立這個快篩站 期待這些快篩站到時候檢驗的報告可以讓農民順利進場去做交易 北農較近人所不斷增加 除了影響南菜北上的高級制 也嚴重影響消費者的信心 因此二十三合上五 很多會員四季、半生都來參加採檢更安心 當然也是有煩惱啊 因為一周北農這麼嚴重 我們政府現在把他們的營養是很好的自然 抗議 現在把你檢驗一下會比較安心嗎 當然一定會比較安心 關府在二十三合 客戶外吻兩的果菜市場安排快篩 另外五個果菜市場 也要另外通地採檢的時間 本省跟肥文靈元要等到 客戶抗原快篩 因性致命在當地的果菜市場 每七天來做一次檢驗 一直到疫苗攜帶完成危機 多謝花西文雅芳 KL 蔡芳博德